全球经济刺激计划力度非常强 但是个人收入却在下降 本期视频将通过就业和通胀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大家好,我是GoMarkets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目前经济环境中对抵御风险能力比较弱的人非常不友好 比方说低存款或者是没有资产的打工人是受影响最大的一批 并且呢,大家的购买力都在下降 这两个矛盾呢,从就业方面来看 目前的职位空缺率和辞职水平都处于历史高位 在欧美包括澳洲中国都是类似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辞职率较高是因为新进中层流动性降低 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相对停滞的造成的影响 各行各业部分进入了内卷状态 新兴市场相对萎缩 只能依赖于中高层原有的行业资源 第二点呢,初级职位较多 薪资却不高,吸引力不足 那么部分人只是拿一个五六万的工资 税后可能只有三四万 还不如在家领政府的补贴 所以吸引力不足 同时未来的晋升空间比较弱 多数职位相对较为初级 未来的职业前景并不乐观 现在很多开放出来的职位 如果未来边境开放 很多contract或是临时工的工作呢 会从海外得到更多的补充 这些职位随时有可能被替代 第二点,通胀方面 澳洲未来的通胀也会比较严重 而通胀的背后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央行短期的政策 我认为我们需要从四大要素来看 这四个要素分别是技术的进步 全球化 人口因素 以及央行的政策 技术进步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之前在有了汽车火车或者是飞机之后 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发展 30年50年甚至更久 互联网行业呢 也带动了全球经济的新的腾飞 商业化的场景呢 也给很多行业带来了技术变革 第二点是全球化 中国可以把生意做到全球 同时澳洲的公司也可以把生意做到中国欧美 那么上市公司呢 只要可以把生意拓展到其他国家 公司的市值估值都会相应提高 第三点呢 是人口因素 像现在中国政府推行了三胎政策 澳洲呢 也一直对生育率较高的家庭有更多的补助 这些呢 都是国家非常看重未来潜在人口增速的一个反应 最后才是央行短期的货币政策 以及政府的财政政策补助等等相应的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想了解更多市场相关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